哈囉大家好,我是AJ 如果之前有看我影片的人 可能會知道我有工商魔法風雲會 那那個工商以外呢 我想說這邊再額外出一片就是 基本的教學影片 那這個教學影片的部分就不是工商的內容 而是我自己想做的 那主要是想要推廣大家來玩魔法風雲會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款遊戲還蠻好玩的 然後因為現在也蠻多人有入坑PTCG之類的 然後也很多人有玩如實LOR 那我想大家對卡牌遊戲應該已經不陌生了 那這款已經超過25年最古早的卡牌對戰遊戲呢 那大家可以來試玩看看 那這邊先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你玩過LOR的話 你會覺得這兩者算是玩起來蠻相似的 就跟魔法風雲會啦 那魔法風雲會它可以說是大部分卡牌遊戲的 怎麼說老祖宗嗎 你可以從其他的卡牌 應該說你在玩其他卡牌遊戲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它跟魔風都有一些相似之處 像LOR它裡面的這個 對互打的這個機制 就是你攻擊的時候 你是防守方選擇怎麼防守 這個就是跟魔法風雲會一樣 魔法風雲會的這個 它的法力成長的這個地牌 就每合合可以下一張法力成長牌 這個概念有點是 在寶可夢的能量卡 跟如實暗影絲章的水晶成長之間 因為它是每合合你要打一張 然後它的用法比較像是 如實暗影絲章的這個使用方法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一些手段 能讓你可以跳費用啊之類的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地牌 可以有額外的效果 就有點像是寶可夢的特殊的能量 可以做額外的效果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還有其他很多機制 你就是從大部分的卡牌遊戲 你都能感受到 欸這裡跟魔風一樣 欸這裡跟魔風很像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說是 大部分卡牌遊戲的這個根基啊 那今天呢我們就先做一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 基本的新手教學 那雖然我自己玩的資歷非常非常淺 我才玩半年多吧 這個25年的卡牌遊戲 有20年資歷的玩家說真的 台灣也沒有在掃 一大堆你去各個卡店 問魔風玩幾年 喔5年6年7年8年一大堆人 欸所以以我的資歷來說真的非常淺 但只是做基本的新手教學 我相信大部分人應該都是 沒什麼問題的啦 那我們今天就用 因為這個是魔法風雲會的 他的PC版 那他這個PC版因為只有英文版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看不懂 那我今天呢僅僅用 用來做教學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有小玩家啦 但我沒有玩的很厲害 他前面基本上就是 帶你跑魔風的基本教學啊 那因為他英文的 所以我就怕有一些觀眾可能看到 然後是英文比較抗拒 所以我今天就 還是做一個口頭教學這樣子 那這邊呢 手上這個牌呢 就叫做我剛講的地牌 那他就是地板的地 土地的地啊 Land Land牌 那他有不同的顏色 就是魔法風雲會他有 就是黑白藍綠紅 五種顏色 那這五種顏色就是有不同的特性 那你要使用這種顏色的牌呢 你就必須要有這個顏色的地牌才能 使用這個顏色的法力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啊 他新手教學的都是只有白色這樣子 那他現在就叫我打一張地牌 那地牌呢 就我剛剛講 他跟如實的水晶成長有一點像 他就是每回合打一張 那如實是每回合自動成長一點 那我剛上一回合打過地牌嘛 然後簡單來講 就我們剛剛兩邊都是一費沒事做 然後就變成二費了 打兩張地牌 然後他就告訴我 我的能量我的法力有二了 那我就可以召喚需要消耗二法力的生物這樣子 那就是消耗兩點法力 兩點法力 兩張地牌橫置 產兩點法力 然後生物召喚到場上這樣子 然後他的這個攻擊防 攻擊跟血量這部分跟那個如實是一樣的 就是左邊是攻擊 右邊是防禦 那不一樣的點是呢 魔法風雲會的生物交戰之後 他只要沒有死 在你的回合結束後 你的生物會毀滿血 剛下的生物啊 你會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進攻 因為他會有這個叫做 因為魔法風雲會的概念 我們是魔法師 那我們召喚這些生物來替我們作戰 那剛召喚下來的生物呢 他會有這個叫做召喚失調的狀態 那所以他就會變得沒有辦法馬上進攻 那像我剛剛這隻上回合召喚的 他就可以就可以做進攻 那這隻這回合召喚就沒辦法進攻 這樣子 那我就直接按 那他就只有左邊這隻可以打 然後他就直接打 這個遊戲的打就跟LOR是一樣的 你只能說你拿幾隻要打 你不能選擇你這隻要打誰 就不像LOR是那樣說 這隻打臉這隻打小怪 不行 你只能說我要打 然後剩下呢 人家要怎麼防守你 對方可以決定 那這等等會示範到 然後ALL ATTACK 那我這邊就有兩隻可以打 那就兩隻打 那這時候呢 剛下的生物雖然不能打 但他可以防守 那他這個時候就會選擇防守我一隻生物 那我們兩個就是都是二攻二血嘛 所以就剛好互換掉這樣子 順帶一提就是 魔法風雲會他的 戰鬥階段有點類似遊戲王 他就是一開始我可以下地啊 然後召喚生路的這個階段 就是我的主階一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呢 我說我要進攻 然後就是進戰鬥階段 然後進戰鬥階段 打完之後呢 會有一個主階二 我就可以再下生物 就如果我還有費用的話啦 然後接下來才進AND這樣子 對就是 這段他就叫我不要五毛打 因為你看他4-4嘛 然後他擋我生物 我一定都是倒 而且我也殺不死他 因為我就我說了 回合結束他血就回滿了 所以我就是等於說 我只浪費一隻牌 我會浪費一張牌這樣子 所以他這回合建議是叫我不要打 好那這段就是我剛講的啊 對方只能說他要打 但我可以選 我現在是防守方 我可以選擇我要怎麼去防守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用這隻生物 來防守他 那我的臉就沒事 我的這個七滴血就不會被打到這樣 所以他不能直接說 喔我打頭 不行 我說我用這隻擋 他就是只能打這隻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是已經橫置了 那橫置的生物呢 是不能防守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可以進攻 直接打他臉的 那但是呢 他這個時候呢 叫我下一張更卑鄙的牌 他叫我花兩點費用 那個消滅對手橫置的生物 那我就把生物消滅 更快樂的揍他 然後他拍了兩隻生物 然後呢 哎呀 這麼剛好 哎呀 抽到這張 橫置所有敵方 二廢以下的生物 二血以下的生物 哎呀這麼剛好 剛好抽到 然後他們就全部被橫置 那橫置的生物呢 沒辦法阻擋 打臉 非常基本的教學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 他這個教學是循序漸進的 那我們再打幾個教學 好然後呢 他這個生物啊 這就跟 毒石有點像 就是 他生物上面都會有一些 這個特殊能力的詞彙 像這個 我不確定英文是不是這樣念 應該是Hest吧 這個Hest 他是 他的能力就是 下來之後 他就不會有生物的這個 召喚失調 他就可以直接戰鬥 所以他剛一下來 直接敲我臉 這樣 在盧死裡面就是衝鋒啊 那我這回合呢 哎 沒事做 不是沒事做 因為我後手嘛 我只能下一張地牌 然後他剛 有沒有 下一張地 下一張新的地 又再下兩張 哇 直接在尻我臉 這個就是邪惡的快攻 那魔風他的每一個顏色牌 都有不同的 這個 專長 像紅色的話 他就是擅長快攻 然後白色的話 可能就是 一些 警戒啊 飛行啊 之類的能力 這個也是一些特殊一能 特殊能力 那這個之後 可能之後再做一點簡單的介紹這樣 藍色 應該是藍色 他就會用一些非常 baby的招式 藍色代表什麼 藍色代表baby 大家不要記得其他的東西 藍色就是baby就對了 這個 這個叫做 結界靈氣 那他可以幫他的生物 加一加一 有點像是 遊戲王的裝備卡 你可以簡單這樣理解 那有一些結界呢 有點像場地效果 就有點像遊戲王的場地卡 他就是放在場地旁邊 然後你觸發某些事情 才就會發動他的效果 那有一些是像這樣子 是附著在生物身上的 不一樣的 然後你看啊 為什麼不能防守他呢 沒錯 飛行的生物 沒辦法被 就是沒有 沒有飛行的生物 是沒辦法擋飛行生物的 欸非常合理 藍色的特性 可能還會有一些 抽綠牌的效果啊 然後或者是 彈你的牌回手牌啊 或者是 反擊你的牌啊 例如說 我打一隻生物 然後他就打一張牌之後 把你的生物直接抗掉 就直接進墳場 那你就等於說 你耗了 三點法力 生物又直接被打掉 這樣浪費掉 然後這一張的話是 也是 結界靈獎 附在我身上就代表 不是好事就對了 好吧 這一張就是 橫置 橫置附著的生物 然後那隻生物呢 不會再轉陣 你的生物攻擊之後呢 他會橫置 這個應該看得出來就是 攻擊之後就橫置嘛 那 他這個是 橫置之後 不會再轉陣 你這隻生物就 不能戰鬥了 太棒了 不能戰鬥也不能防守 沒關係 我們有更大的貓 把這個就可以解掉這張了 等一下 我這個真的打得贏 喔 我看一下 喔 生物獲得33 飛行 我覺得很棒 好 他是附著的生物 直接獲得33加飛行 讚讚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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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不用 一隻打就好了 這隻就擋不到 有沒有 我們也可以享受一下 飛行的滋味 全打 這一隻可以不用打 沒有啦一定會打 就打爽 這個應該是 黑色 黑色的話呢 唉唷 簡單來講就是 雞掰 我自己就喜歡玩黑色的 黑色就是什麼 殺死你的生物啊 殺生物啊 然後 把自己丟墳場啊 然後扣你的血啊 扣你的血加我的血之類的 這就是黑色的魅力 這種時候呢 可以先打 這就是我最愛的部分 他就是殺死這個 力量二或以下的生物 然後他這個叫瞬間牌 這個 就是瞬間就是可以在 敵人的回合使用 然後他也是要消耗費用 你看他消耗掉兩點費用 你看我可以 故意保留著這兩點 我後手在下生物 然後你看他的地獄轉陣了 所以這就是瞬間牌擊霸的地方 他在你的回合使用 那個招式 用完之後呢 然後 到他的回合地獄轉陣了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 在你的回合抗你 回到他的回合下生物 那節奏可能就會被他拉過去 這是什麼 所以他可以在敵人的回合 瞬間召喚一隻生物 而且這個 這個 瞬間真的很瞬間 魔風的 精髓就是這個 瞬間 因為那個瞬間是 你想怎樣就怎樣 像是他剛剛的瞬間 是什麼瞬間呢 在我 攻擊 然後我 確定 這隻生物要攻擊的時候 他在那一瞬間 召喚生物進場 然後隔擋我的生物 他剛剛的這個運作 我只是這樣 就用這張 欸 又下一隻生物 還好 還好 加加 欸 又下一隻 怎樣 喔 犧牲掉一隻生物 抽兩張卡 喔 這個 欸 魔風的精髓又來了 他這個 他叫一隻生物呢 出來隔擋我 然後打不死我 然後所以他瞬間 再把那隻生物犧牲掉 改來抽兩張卡 然後呢 我這隻生物 因為 我這隻生物 剛剛被他阻擋了吧 雖然他 瞬間被 被自己犧牲掉了 但他還是阻擋到我 等於我直接打了一個空氣牆 我剛沒打到他的臉 欸 非常的瞬間 魔風的醍醐為DES 然後呢 現在是 換我們 來做瞬間 那他這個時候 會先問你要不要擋 好 確定隔擋 然後再問你 好 要做什麼事情 那你確定隔擋 好 確定隔擋了 然後就使用這個 隔擋的瞬間呢 欸我可以加二加二 然後就變成66 有沒有 在這個瞬間 這個moment 瞬間變66 扛住他的傷害 然後這張牌也可以在 欸就是我 阻擋人 或被阻擋都可以使用 閃現 閃現 好他閃了兩隻 好這個 這個 魔風格擋的智慧來了 沒錯 他可以兩隻 一起格擋 那所以呢 你就變成說 你會吃到 四四的傷害 欸不是 你會吃到四點傷害 這樣子 因為兩隻二二打你 一起打你 他可以兩隻一起擋同一隻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法解掉大怪 好所以我這個時候呢 也是再幫他加二加二 那如果正常的情況下呢 你還要做一個結算是 呃 攻擊方 被兩隻同時阻擋的時候 你可以結算 你要怎麼 先打死哪一隻 例如說 有一隻血比較多 有一隻血比較少 你的傷害可能沒辦法 兩隻一起打死 你可以故意把血少的先結算 然後再結算 血多的那一隻 好就是當你被攻擊的時候 你才能使用這張牌 然後你可以召喚三隻一一飛行的幽靈 總之跟現在五官 打 好然後順便講解一下 他右上角啊 這個白色就代表說 你一定要使用白色的地牌 或產生 你要用白色的法力來 來施展 來召喚 那這四點 直接寫四的呢 就是任意魔力 欸所以呢你的顏色是可以混搭的 你只要 有那個幾個關鍵顏色就好 好那就直接打了 好 各扛一隻 好順便再講一個剛剛忘記講的事情 剛剛為什麼他的生物都可以一直直接進攻呢 因為他都是在我的回合閃現進場 就是Flash 就是在我的回合進場 然後到他的回合的時候呢 他已經回合結束過了 因為我的回合結束也是回合結束嘛 所以就是他在我的回合召喚 然後回合結束 到他的回合他就可以進攻了 欸這也是閃現 閃現排一個很雞巴的地方 收割 白色很多這種 飛行啊 警戒 這個叫警戒 警戒的好處是 呃 你攻擊之後 不會橫置 所以你攻擊完還可以回來繼續做防守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積極的做進攻 這樣子 好啦 炸我生物 棒喔 唉 玩三個顏色 很花喔 那玩 顏色玩越多 其實會 還有一個風險就是 你剛好缺 就是沒有 例如說你要 紅色 但是你剛好沒紅色 你要藍色你剛好沒藍色 會有這種情況比較容易發生 就是各有會缺啦 不過 魔風大致上通常都會 玩 二到三色 的回處 好 玩純色的其實是偏少一點點 剛剛講 補充講一下 剛剛有講那個瞬間牌嗎 這種 瞬間牌 就是可以在敵人的回合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在自己回合做 然後這種 這個 這個 Saucery嗎 我不確定這個單字怎麼念 就是叫 巫術牌 巫術牌就只能在自己的主要的階段使用 就是你的 可以下地跟召喚生物的階段才能使用巫術牌 這樣子 好 那他的整體的基本操作大概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你打完這個新手教學 他會給你這個 五個各色的基本套牌這樣子 好那新手教學操作部分就先教到這邊 那還有其他一些更深入玩法 例如說 召喚彭洛克啊 或者是瞬間啊 啟動式異能 這些更複雜一點的東西 算了我一起教好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彭洛克 我剛剛講我們魔法風雲會中我們扮演的 就是 法師 那其實就是 彭洛克啦 就是簡單的理解 簡單的理解就是 魔法風雲會裡面 非常強大的魔法師就是叫彭洛克 那我們在遊戲中也可以召喚彭洛克這種牌 那彭洛克跟一般的生物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這種就是 creature就是生物嘛 那或是這隻地牌嘛 還有剛剛一些結界啊 靈氣啊什麼的 那彭洛克的歸類呢 他就叫做彭洛克 這個Plantswalker 那彭洛克的使用方法呢 就有點類似武術 就是你可以在 你的主要階段使用彭洛克的能力 那像這一隻彭洛克的能力 就是召喚一隻這個 一一的小惡魔這樣子 然後就 啟動這個 啟動式一能這個 Active Ability 那就是啟動我的啟動式一能 那這隻彭洛克這回合就不能使用了 一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這個彭洛克的這個啟動式一能 然後彭洛克 他有點像是你在場上 召喚出另一個玩家來協助你的感覺 所以你看他的右下角 這個3 就是他的血量 那他要使用他的能力呢 是要扣他的血量 就是他你看他剛-2 可以召喚這一隻 他原本是5 然後-2變3 變3這樣 像另一隻是 這個-2 他有兩個能力 一個是加1 一個是-2 然後會 扣除或加在他的這個 右下角這個點數上 他通常這個點數叫中層值 通常不會叫血量 簡單的理解是血量 那對方的生物在攻擊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選擇說 他要進攻玩家還是彭洛克 當然格擋還是防守方選擇 但是他多了一個選擇說 他要攻擊玩家呢 還是要攻擊彭洛克呢 這樣子他就可以選這兩個二選一 所以說彭洛克有點像是 召喚那個玩家跟你並肩作戰的感覺 這個機制我覺得是 魔法風雲會裡面 算是最特別的一個機制之一 這個東西呢 這個artifact就是神器 那他有點可以理解成 遊戲王的永續魔法卡的概念 就是你這張卡 他就不是神物 他就是放在場上 然後他可能 你每回合都可以使用一次他的能力 這樣子 像這樣的能力就是 犧牲掉我場上一隻生物 然後召喚一個可以 回血的這個食物這樣子 然後這個食物也是一個神器 然後他也 這個食物可以消耗兩點法力 橫指然後回三點血 然後再介紹一個比較進階一點 這個是在玩那個MTGA 就是魔法風雲會的這個PC版遊戲的時候 才會用到的一個功能 就是 就我剛剛講瞬間這種東西 就是任何時候都可以使用的 因為你這個任何瞬間都可以使用 電腦操控上可能沒有辦法 這麼細的抓到這個所有瞬間 他有一些東西會把你自動掠過 那如果你先按Ctrl的話 他會有一個叫Full Control 就是你所有東西都是變成全手動操作 你就可以做到一些比較細微的操作 像是我這隻生物打下來的時候 他會把自己犧牲掉 那我可以在他把自己犧牲掉之前 先犧牲呢 先犧牲他 這樣子我就可以有效的運用他 來做出兩個食物 然後又可以做出他的效果 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全自動關掉 讓他自動運算 然後順帶一提是 魔風的這個生物戰線是沒有極限的 你可以一直叫 那我現在要介紹就是生物的啟動式一能 那像你的生物啊 上面有畫這個橫置標記 就代表說 他一定要等他沒有這個 召喚失調的時候才能使用 所以你要先召喚一回合 然後到你的下一回合 他才能使用這個橫置的效果的能力 這樣子 那如果他沒有畫 這個沒有畫橫置標記 只有畫他消耗幾點費用呢 那就代表說你隨時可以使用這個效果 那生物的這種能力 大部分 都可以在敵人的回合使用 然後這邊就簡單的示範一下 好然後這邊呢 我就使用這一隻的能力 這一隻的能力是 就是花兩費 然後召喚同一隻自己的生物 橫置進場 來召喚自己橫置進場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再使用一次自己的這個能力 我還有兩點嗎 欸我沒有了 好吧 沒關係 然後呢 我可以再使用這一隻 這一隻的能力 這一隻的能力呢 指定對手 然後 選擇犧牲自己兩隻生物 然後橫置自己 然後 抽 然後抽牌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都是他自己額外觸發的能力 就不用管 然後可以抽一張牌 然後打敵人兩點血 然後獲得 兩點黑色的魔力 這樣子 就額外的魔力點 暫時性的 這個回合結束他就消失 乾乾脆把這個 吃一吃 這個又加加了 好 這個啟動式能力大致上 就是這樣 好 魔風的這個 基本的玩法教學呢 就打指上 那只是這個影片可能稍微太長 那今天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之後呢 我們可能 來介紹可能 比較常用到的英文單字 然後還有就是 各個 排 各個顏色 大概能發揮什麼效果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自己的想法 好 就這樣 我是AJ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